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專業開箱的好朋友 很高興又來到我們的不專業開箱時間 那這次為了因應哥吉拉2怪獸之王 所以我們來開箱這隻哥吉拉2019 那這次哥吉拉2019他 其實光看外面我覺得做的還蠻精緻的 我覺得他的細解氣做的還蠻細膩的 然後那個皮膚呢我覺得做的 就是真的好像一隻怪獸該有的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外殼 他的外包裝是一個藍色跟深藍色的黑色 上面有一個東寶 所以其實哥吉拉他算是一個東寶出品的 也是很有人氣的怪獸 那這時候 哥吉拉1954到2019年這段期間 哥吉拉已經65歲了 這隻怪獸已經65歲了 這邊有一個65歲 那這邊還有一個2019的 2019的LOGO 那他這次除了這些LOGO以外 他這邊還有一個君主組織的LOGO 君主計畫 那其實這個怪獸電影就是圍繞著這個 君主組織在手 因為像金剛啊 骷髏黨 還有一些怪獸 也都是他們這個君主計畫的東西 那當初金剛就有買一些彩蛋 應該很多人知道 看過的都知道 OK 那我們來聊聊 哥吉拉 他從1954年到2004年 其實基本上他就已經50歲了 2004年到2004年他50歲 那後面 又出了幾部電影 又出了幾部電影 那他到2004年的時候 其實這段期間出了電影比較多 因為後來他銷售逆集了差不多12年 到2016年之後 就突然又重新重犯大影 這樣子 那目前他應該也算是有20幾部影片 不知道都是幾部影片 所以 算是一個 蠻有人氣的大怪獸 好啦開箱囉 打開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打開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加一本說明書 就是這樣 那我先把說明書攤開 那這個說明書在講什麼 此歌吉拉 可以組裝他的放射熱線 所以 他有替代的東西 那打開它是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一隻格子搭 那像剛剛說 那個放射熱線 嗯 我直接拿 包裝盒給大家看 因為 這可能會稍微爆雷 我不知道 是不是很多人進去看武可吉拉 像 有些人可能就是 上班沒空 還在等職業 那先跟大家說 那時候 哥吉拉出場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放射熱線 往上噴的一個動作 只是他那時候登場 他登場的時候就是從他一邊出場 然後旁邊就說 哇 OMG 哥吉拉 然後 哥吉拉就叫了一聲之後 把他的放射熱線 往上噴 就是他那個經典出場 這次經典禮卡 所以他這次就是做得很用心 他連這個經典出場都有 只是他 這個引力射線做得有點像水柱 很擠 我覺得有點 怪怪 你可能 沒有看過這經典畫面的 可疑 我以為他是 跟什麼 水劍怪使用水槍 有沒有 很像吧 就是這個 然後即將哥吉拉怎麼斷圍 他裡面的配備就是 就是這樣 一隻哥吉拉 一個尼巴 其實應該是要一起 不過可能是因為裝不下 然後一個哥吉拉就對了 下巴 然後帶頭 引力射線 那這個應該是這樣 看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說他的一些細節 他的皮膚都做得還蠻細膩 其實摸一摸就知道 這個皮膚就摸起來還蠻突然 你感覺就好像在摸一隻口腹還是外甩 那手是 就是 那種 稍微可以動 手是可動 可以腰板 腳也是可以腰板 那自己最尼巴呢 就 不要去動它 不然他有掉的狀態 如果他就是可拆了 那不簡單就可以 可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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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往上去 那 乖乖乖 乖乖 乖 乖 那還是這樣子 然後 就這個可以動 那 那 以上就是我們的科技 好啦那現在科技 我開 開箱完了 我已經把它收起來 畢竟 這種東西 這麼美 這麼精緻 這麼可愛 一隻大怪獸 不要讓它有灰塵 所以我就把它收起來 再來就是 我前幾天 看到一番賞 我就去抽 我就五抽 抽到這隻 雷姆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是什麼 這就是在講說 主角去那邊死了又死 死了又死 死了又死 保安 可以讓人打了又打 打了又打 然後想盡辦法 通關這樣 然後 要去拯救 某些東西 你沒救到 就是會重新 那其實這過程還蠻痛苦的 因為你要一直死 一直死 你不是說死了沒有痛苦 你是死了 你能感受到你那個死 你能感受到你那個死的恐懼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 中間算是還蠻綠型 還蠻沉悶的 但是 後面看到雷姆的笑容 其實應該很多人 那個沉悶的心情 就都沒了 然後它是兩隻分開的 它是這樣 兩隻分開 那搭配這個 那搭配這個 這個杯子 甜點的杯子 它上面有一個 上面有一個布丁 它們有一個布丁 然後這三顆應該算是冰淇淋 然後這三個 這兩個 頭來嗎 還是嗎 頭洞 之類的 那這邊有兩個 凹陷 所以我相信這應該是給它們兩個做的 它應該就是這樣 對 最強套的 再試試這樣看 就來評價一下 因為其實 瑞琳這種東西 應該大家都看過了 沒什麼好講 連陳哲和館廠都看過 我記得館廠還是雷姆叫的 館廠還是雷姆叫的 所以這種東西它可能應該也有 最近它連最後啥子都有 阿克的桌子是雞套 我覺得這種 其實 蠻值得買的 蠻值得抽的 因為它 做得還蠻細膩的 尤其它的臉部表情 還不錯 只是可惜就是說 它這樣其實蠻荒的 它沒有一個立足點 所以可能一動到就倒了 動到就倒了 那再次讓大家看一下 每支的細節 好 它是這樣 蠻不錯的 蠻細膩的 這支是雷姆 那我們接著來看拉姆 拉姆就是 紅色頭髮 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沒關係 這是拉姆 覺得也是做得很好 那瑞琳總共有三隻角色 有另一隻叫Emilia 它是 頭髮是白的 它是半經理 那這次它沒有出現在 瑞琳這次一般手的 就是大獎裡面 它就不是工廠 它這次算是小吊式 它有一些色卡 什麼的 所以它這次主要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讚 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還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按小禮當喔 那邊說不停 有關 說不停 愛你